把我们认为很重要很有价值的一起的交流 对我们或对学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种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大专学子这边能够有所发芽 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安宁疗户 听听这些年轻人告诉我 要怎么样让远传成为一个年轻人非常愿意接受的品牌 未来的台北市政府有很多要跟同学合作的机会 这一次的ATCC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ATCC反正就是上大学应该要做很热血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来参加一下 二十季的时候我跟队长有参加过一次 出赛就被打掉了 有点不甘心 想要像是消复仇的感觉吧 在开幕典礼时我有讲到一句 既然没有环境给予你去深化自己 那就是你自己去参与那个环境去创造环境 我们是抱持着一个沸水一战的心情 来这边看一看这么多优秀的组别 他们都是怎么做到的 来测试一下我们自己的能力 看能不能跟他们并驾齐虚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看到旁边的组也很认真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就会很紧张 因为觉得旁边就是我们的对手这样 我们试图的在那三分钟里面很完整的表达 我们真正想要表达事情 我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 我们就是尽力把自己做到最好 好好享受这场比赛 邀请全国高中生 这整份报告看不到安妮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 我们一开始还是做专案小白 所以其实会想得很简单 就是不会把各方面都想得很清楚 在做发想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原想破脑袋 都想不出来任何的东西 他们对于题目的想象 当然还不够全面 怎么样找出自己独特的定位 让大家印象深刻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都跟不上他们的思路 就是有点打击细心 好像误传了一个我不该参加的比赛 我也是曾经在台上报告的人 当然我会知道就是说 同学可能会有一些很挫折 鼓励同学被打枪也没关系 重点是你如何自行检讨 那下次会比之前更好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发想解放的时候 就更跳脱框架去思考 去思考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真的把方向修正到正确的地方的话 那其实还是蛮有希望的 从一路以来都误打误撞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撞下去 经过这样子 一直修正计划一直修正计划 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已经是比一开始还要好太多了 虽然我们可能会议中会有一些 就是激烈的争论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是为了团队更好去前进 慢慢看到他们的改变跟学习的部分 从很青涩的 然后到可以很完整的去交代一个文案 跟一个计划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看到他们很大的变化 我们对于自我的要求 或者是伙伴间的互相打气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力 可以推着我们一起 就是努力地去向前行 大家的积极度都很高 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会慢慢地上正轨 那当有一件事情上正轨的话 自信心也会有一定的增加 每一件事情它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利 觉得很难选出谁是最好的 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们对于这个参与的这个热忱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跟他们一起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给落地 2、1 我愿意 随着就是每次的比赛晋级 在台上提报的经验也慢慢累积 我会觉得越来越有自信 然后也很谢谢对我们给我的支持 从一开始到最后 像行李跟默契 我觉得这是我们团队能量蛮多的 大家有越来越拼在一起的感觉 可以在队的时间内 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 很棒的一点是他们都有推进 而且我认为都有蛮大的一些斩获 这些同学们的积极主动 跟行动力 还有学习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家很赞赏的 我们在有问题的时候 对他们提出的 他们也都很有耐心地帮我们解答 非常感谢他们 也那么辛苦的跟我一样奋战到现在 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有很多很优秀的 也愿意花时间然后投入这样的事情 对我们这些一起走来的夜市而已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未来 在ATCC这整个赛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草莓族 大家都非常有抗压性 非常有韧性 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让别人能理解 然后并接纳别人的建议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 很厉害的人 我作为一个队员在旁边看 也觉得跟他们一起比赛是很有名的事情 很有决心 大家都想要找到最后一轮 大家今天的表现其实都看到 那个真的是千锤百炼 我们对于同学们的努力跟支持 我觉得我们都会持续做下去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的是 只要给年轻人机会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做个八光发亮 ATCC的这个竞赛呢 可以让我们跟议题的伙伴好好的沟通 这个思考还有验证的过程是非常珍贵 也是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很难有的一个机会 非常谢谢ATCC 给所有有理想的年轻人一个舞台一个机会 我们来说 这些东西 在哪里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